试用DOMO AI 一键将真实视频转换为动漫风格视频的效果展示 大家好,我是九姨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刚才我展示了一个最新的AI工具DOMO AI 真的是超级好用 试用之后,我就立马决定分享给大家 我们只需要上传原始的视频 就可以生成不同风格的动漫视频 比如普通的2D动漫 日本漫画风格 像素风格等等 真的是超级好用 生成出来的效果也是非常可以的 当然,这只是这个工具的功能之一 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 比如支持图片转换为视频 文字转换为图片 将动漫图片转换为真实的图片等等 并且都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DOMO AI这个工具 在今天的视频里 我会展示以下两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 视频转为漫画风格 第二部分 DOMO AI的其他一些功能展示 这里将分别演示图片生成视频 文字生成图片 和动漫图片转换为真实图片的功能 我会将不同的部分区分为不同的章节 大家可以根据需要调整观看的顺序 截止目前 DOMO AI最出彩的功能 就是将现实生活中的视频 转换为不同的漫画风格视频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功能 我们需要在Discord社区上面进行使用 点击进入邀请链接 点击接受邀请 如果我们是第一次使用Discord 需要先注册一个账号 我们根据提示填写我们的信息 然后进行注册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已经有了Discord账号 我们点击已有账号 然后进行登录就可以了 当然 如果我们的Discord社区已经处于登录状态 我们点击接受邀请 就可以直接进行跳转 接下来我们会来到这个界面 需要回答一些问题 这里大家根据需要 或者是随意填写一下就可以了 年龄这里我们可以选择大于18岁 在完成选择之后 我们会来到DOMO AI的主页 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使用了 我们将左侧的任务栏向下滑 在Use DOMO这个选项里 有很多的子区 我们可以随意选择一个 我在这里选择Generate 1 我们提前准备好一个视频 这里我使用之前保存在电脑上的视频 我们在输入框里输入斜线 选择Video 这里需要我们上传需要进行转换的原始视频 然后我们需要输入一些提示词 我们点击Prompt输入提示词 这里的提示词需要使用英文进行表述 我在这里输入一个正在讲话的女孩 然后我们将光标移动到提示框外 点击回车 如果我们是第一次使用的话 需要接受协议 我们将界面稍微向上拉 可以看到系统提示 我们点击接受协议 当出现这个提示框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我们再来重复一遍刚才的步骤 斜线Video 输入提示词 点击回车 界面上会出现一些影响我们生成效果的选项 我们可以在这里选择生成动漫视频的风格 可以选择2D漫画风格 日本动画风格 3D卡通风格 像素风格等等 我使用这个视频和提示词 生成了不同风格的动漫视频 一会儿会通通展示给大家 我们也可以选择相似度 可以选择更接近原始视频 也可以选择更加接近描述 这里能够选择生成视频的时长 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3秒 5秒和10秒 选择好之后 我们点击Start 然后耐心等待一会儿 生成的结果是这样的 这里我使用了不同的风格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图片生成视频的功能 我们在输入框里输入斜线 Animate 点击Image 上传一张图片 这里可以增加一些输入的要求 然后添加强度 这里我选择中等强度 我们点击添加Motion Prompt 添加一些动作描述 点击回车 耐心等待一会儿就可以了 具体的生成效果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看看文字生成图片的功能 我们输入斜线 选择J1N 在这里输入描述 我的描述是 一个漂亮的小女孩 穿着洛可可风格的粉色蓬蓬裙 头上戴着拖耳朵发式 五官精美 漫画风 这里有很多的风格可以进行选择 大家在生成的时候 可以进行细致的研究 在这里 我选择的风格是日漫 我们可以看到 很快就生成了四张不同的图片 如果我们想要第一张图片 我们点击U1 然后等待一会儿就可以了 还有很多其他的设置和参数 大家可以在使用的时候 自行进行体验 接下来我们看看如何将动漫图片 转化为真实的图片 为了方便操作 我直接使用刚刚生成出来的动漫图片进行转化 我们输入斜线 选择Real 上传我们刚才的动漫图片 然后点击Prompt 在这里输入一些描述 这里作为演示 我简单的输入几个单词 然后我们点击回车 稍微等待一会儿 就可以看到生成的真实图片 我们可以看到总体的效果还行 但是放大看的话 身体比例稍微有一点点奇怪 衣服的还原度也存在一定的欠缺 以上就是DOMO AI的操作演示 个人感觉还是比较实用的 感兴趣的小伙伴和我一起体验吧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